找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看起来不错 就你了 看一下这个做法 好 等了 然后就开始煮了 听说最臭的就是这个酸笋 算了 水倒进去 好像也不多了 盖上盖子 大火煮十分钟 可以捞起来了 不能浪费 再换一锅水 一锅二水 再煮开 我现在要先把窗子打开 我怕一会儿味道太重 受不了 门也打开吧 好了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先把这个加进去吧 这个会辣吗 汤料 汤料应该不辣 嗯 再放酸醋 这个是辣是吧 微辣中辣热辣 那咱们搞一个什么呢 搞一个 倒一半吧 可以了 可以了 差不多中辣了 搅拌一下 把笋放进去 我已经开始饿了 好 这个酸笋 搅拌一下 煮个两中中好了 闻一闻 是我的鼻子失灵了吗 我觉得还蛮香的 应该差不多了吧 把这个最后一个放下去 稍微煮一会儿就好了 这个腐竹应该是炸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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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不用煮太久 好 差不多得了 好 差不多得了 关火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锅好重 哎 我是得稍微摆个盘吧 一会儿做封面了 明艳动人 香气四溢的螺蛳粉 你闻到味道了吗 其实并不错呀 来试吃 我这个秋衣怎么老是露出来 不行 不能把我的血粉大口露出来 我要保持矜持 保持优雅 它这个粉 比我们这边的粉会细一些 然后挂上的汤汁也会更多一些 吃到嘴里第一口 感觉就是 会有一股酸味 我再吃几口 你要吃一口吗 酸 酸笋 这个是 给我对焦 酸笋 对焦 好吧 不对焦算了 这个酸笋 刚刚看记录片里面 应该来说 它是最臭的吧 但我感觉还行 像我们这边的那种萝卜做的咸菜一样 就是会带一点酸的味道 发酸果的味道 一般是 有机会的话 我停下去柳州吃一下正中的螺丝粉 你说螺丝粉什么呢 没有螺丝呢 但是螺丝这种东西 这样的包装也不好放嘛 要是新鲜的才好吃 天呐 我发现了什么 来 摄影师 没摄影师 就我自己吧 把镜头拉近一点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螺丝 哎呦 在哪去了 我找呀 你在这里 在这里 找到了 这个就是 传说中的螺丝了 好想打嗝 不行 我要冷住 我要保持 保持优雅 精神 总结一下 我觉得 解除了我对螺丝粉的三个误解 第一是螺丝粉很臭 第二是 什么来着 第三是 里面有螺丝 这个倒是有 但是很小 总之就是 感觉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 味道也就过得去吧 跟我们 家螺丝 店里面三五块一碗的粉差不多 但是人家 现做的还会味道更新鲜一点 所以我决定 明年的话 就去柳州吃一下 正中的螺丝粉好了 希望这个Fly能实现 好 那这期应该时长差不多 就这样吧 拜拜